OpenAI这几天再次改变了世界 你现在看到的所有的这些视频 都是由OpenAI最新发布的视频生成技术Sora生成的 老话说得好 OpenAI一出手又是一整个行业会被灭掉 那这次被灭掉的就是文生视频的行业 这个行业有哪些公司呢 可以看我之前发布的这个视频里面介绍的所有的公司 并且Sora它不仅仅只是文生视频的这个技术 他们还发布了一个research研究页面 上面还展示了Sora的图生视频 视频生视频 以及这个非常酷的连接视频的技术 同时Sora还会取代很多职业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视频 A stylish woman walks down a Tokyo street filled with warm glowing neon and animated city signage She wears a black leather jacket a long red dress and black boots and carries a black purse She wears sunglasses and red lipstick She walks confidently and casually The street is a damp, reflective creating a mirror effect of the colorful lights 是不是很有电视剧繁花的感觉 只要稍微改一下提示词 王家卫导演就不需要花好几年 才能拍出一部繁花了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动画视频 3D animation of a small round fluffy creature with big expressive eyes explores a vibrant enchanted forest 那是不是以后迪士尼电影制作的团队 也会因为Sora的出现而减少人员配置呢 我们再来看更多的一些例子 这个电影预告片的视频 只需要一行单一提示词就可以完成 并且在多个镜头中都保持了场景和角色的一致性 要知道光是保持角色一致性这一项任务 就是非常困难才能达成的 可以参考我之前做的这期 关于迪士尼动画电影制作的视频 然后这里有几个无人机的拍摄镜头 这个已经与真实的无人机镜头拍摄画面 无法区分了 还有我们来看一下这只猫走过花园的样子 非常符合猫实际移动的方式 再加上毛发和胡须轻微弹跳的物理特征 都表现出来了 并且Sora它能够生成长达一分钟的视频 其他视频生成的 比如说Picot和Rainway 都是几秒钟的视频 相比之下 是不是瞬间就不香了呢 我们再来看一些更复杂的Sora的生成视频 所有的这些建筑物都是连贯出现的 这些光照和反射也都是正确无误的 其他的视频生成技术 如果要生成这种复杂场景时 一般都会得到多余的脸和手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场景 两艘海盗船的细节都生成的很到位 这个场景中包括了很多复杂的动作 船的倾斜角度以及不同的移动方式 旗帜的飘扬的动作 水的质感和波浪等等 这一个场景中同时发生了太多的事情 Sora都精确地符合逻辑的实现了 接下来让我们来看真正困难的地方 那些涉及到人物的镜头 它可以非常好的做一个人物眼睛的特写 甚至能捕捉到当眼球从左向右移动时 那些微小的开始和停止的动作 这里是一个男人在沉思的场景 看一下它的皱纹的细节 眨眼的不同的频率 一些微表情 甚至镜片上的反射 这些细节全部做得非常的棒 完全是电影的质感了 甚至将人物的微小的情绪也一起表达了出来 我们再来看一下Sora的research页面展示的其他的功能 Image to Video 图像生成视频 这里都是用Dolly 3的图像来生成视频的 效果远超其他的工具 尤其来看一下这个冲浪者的图像视频 动作的沉线上的效果非常的逼真和炸裂 Sora还能够extend videos 这里的三个视频都向后延长到相同的结局了 接下来Video to Video 视频到视频的功能也非常的牛 原视频是在左边 右边你可以从下拉菜单里面选择你想要的视频生成的提示词 比如说我想让它改成冬天的场景 水下的场景 改成彩虹道路 来加上恐龙 变成赛博朋克的风格 效果非常棒啊 下个功能是我从没有见过的我非常喜欢的一个技术 Connecting Video 可以将最左边和最右边的两个视频 符合逻辑的连接生成一个新的视频在中间 比如左边是无人机的镜头 右边是蝴蝶的场景 中间生成的视频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是无人机 然后非常自然的过渡到蝴蝶的场景 好酷啊 真的好酷 还有这里从城堡的无人机的镜头 自然的过渡到背后的下雪的场景 我真的是太喜欢了 Sora还有Texted Image 我甚至严重怀疑这将代替Dolly 3的纹身图功能 这是我在Dolly 3用同样的提示词生成的图片 明显Sora的效果会更好更真实 最后Sora依然还是会有一些需要改善的地方 网页上也写到了 The current model has weaknesses It may struggle with accurately simulating the physics of a complex scene And may not understand specific instances of course and effect 在一些物体的物理动作的理解和因果关系的呈现上 它还是有所欠缺的 比如说我们来看一下 它没法很好的体现玻璃破碎的这个动作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人在跑步机上的跑步的方向是反的 还有这老奶奶虽然做出了吹蜡烛的动作 可是蜡烛依然没有改变 不管怎样 Sora的出现还是最近一段时间内 最炸裂最令人惊喜和兴奋的消息了 目前她还没有公测 只是给了一小部分的创作者的内测的机会 我们非常期待她能够公测的那一天